大家好,我叫華明威 那一般大家會叫我阿龍 阿龍其實因為名字Aaron,但是為什麼叫阿龍 因為普達爾的話叫阿龍,所以他叫阿龍 後來發現這個名字還蠻在地化的,還蠻鄉土化的 所以我就一直沿用了 所以為了大家如果在各大的展場看到我就叫阿龍就好了 那我今天其實主要,剛剛大家都是很會唸書的 其實我比較熏一點,我是武漢大學物理系,無理所畢業的 那其實我跟食品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為什麼會做食品呢?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後來其實我也是在電子業,那是京橋電子 那後來有到友達,那後來也有到大陸這邊去做一些工作 那其實我在電子業做的時候,其實除了阿龍的Apple沒有合作過外 其他大廠大概都合作過了 那另外就是後來我們就回彰化原理的時候 我就擔任這個國立食品有限公司的行銷負責任 那後來就是這幾年,我們希望把仙草這一塊做得更 更創新的一些發展,所以我們創辦了仙創國際企業 那關於我這個部分,這個照片是我本人 那這個是仙草片,這都是我們這種仙草片 那其實一開始仙莊並不叫仙莊 仙莊叫我們一開始,有一天我在跟我公共創辦人 我們就在悠閒的午後,然後我們禮拜六下午 我們就在一個我們附近的7-11的外面 然後我們在聊天,然後在講講講 然後因為其實仙草這一塊的話 我們從小都吃到大 相信在座大家也都多多少少有吃仙草的經驗 那其實在我們國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常常就是那時候要晚自習啊干嘛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會有吃到仙草 那其實一開始我們兩個人想的方法是 我們要叫涼拌 那其實涼拌這個部分其實是跟我們一些仙草洞有關係 所以去做一些發想 但是後來其實我們兩個討論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後來就叫做仙莊 那其實大家看我這樣子按這個 以下大概兩三秒就過去了齁 其實我們這段期間大概討論了應該一年以上 從涼拌到仙莊 其實光是這個準備期就大概超過一年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事先的一些討論 或者是一些產品的一些流程啊 還有一些產品的特性 還有一些企業的概念 其實我們經過很長的時間在討論 而不是說好像有一天突然突發奇想 某一個下午這樣講講就好了 其實很久很久 那其實我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那這一位共同创辦人 他今天沒有辦法來 因為主要他都是在工廠的 工廠其實 如果有做工廠的話 就知道其實工廠沒有所謂的假日 所以像今天他們早上大概四五點就去工廠 現在都還在做 所以今天就由我來這邊 那我們叫阿肥 阿肥其實他一點都不肥啊 我比較肥啊 但是因為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也有肥字 所以叫阿肥 那其實他是 在彰化地區 那個 張家我們其實他們做縣草 已經做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我們大概從民國前一年 他的曾祖父就開始做了 那做到目前為止 張家大家其實各自有發展 也有很多分支在做縣草 那其實目前他是算是敵傳的 唯一一個 就是他們就單傳而已 唯一一個在做縣草之聖塔 對 所以我也很幸運 有機會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那其實我 對 比較肥 那其實我很簡單 其實我就是一個 電子葉的迷途羔羊 其實有在場 如果有在電子葉待過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電子葉是一個 怎麼講 餓不死啊 但是其實真的要做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因為台灣的傳統代工的部分 讓我們會覺得說 很多有志男生的感覺 那物理學的話 就是我用物理系畢業 他說物理是略懂略懂 所以大家如果一些物理問題 國中以下的可以問我 那以上的再 我要查一下資料 那其實我跟阿肥的關係 為什麼他們願意跟我合作 為什麼他們願意跟我合作 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只是朋友而已 那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只是朋友 他們會願意 以他們百年的技術來跟我合作 其實 這個東西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回去 因為 大家剛剛都 都在想說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其實大家回去 可以拿出你的 畢業紀念書 國中國小 或者是大學的 可以先拿出來 翻一下 看看 你這些同學 有沒有在做什麼其他東西 其實 這個剛剛阿肥有講過 其實就是人脈的延續 回去找一下 你現在 就是創業之前 可以先想一下說 我身邊到底有哪些資源 那去思考說 怎麼去做這塊創業的部分 那其實我當初 也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說 我本身是在做產品規劃的 那阿肥他們是在做一些 就是比較 技術性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們兩個 就是這樣一派集合 所以其實 人脈這一塊 有很多時候 是在你一想不到的時候 就會出現 所以只是 大家可能要 多用點心去思考說 我身邊到底 有哪些人脈可以使用 那其實我們初期 老實說 剛剛說我們兩個是 滿腔熱血 其實 有點不知道 天高地後 其實我們一開始 就想法很簡單 這是我 前幾天去找我們以前 在 就是 談創業的時候 的一個筆記 我就遠風不動把它 抄下來 就 其實大家現在看起來 就很 就是 很 我個人會覺得 現在來看起來 真的很膚淺的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想的很簡單 我們就是做 跟各大網路的一些平台 去做合作 然後 反正條件好談 因為我們自己是做 生產的 所以成本那邊 我們都要控制 所以要藏力給一些 就是 通路我們也都做得到 那就是 做一些關鍵制 這些都是很 很簡單的一些 老實說 有錢就做得到 這真的是很 我認為 目前來看是比較 膚淺的東西 那 目前來做的話 其實我們有 按照之前的一些想法 做了一些東西 那 目前在皮修商店街 還有是中廣的好物市集 講到好物市集 我一定要提一下就是 以前好物市集的 前潘小姐 她就是 我會來到這邊 主要是她推薦 那 非常感謝她 雖然她可能今天沒有到 那 另外就是說 這件條件 其實 未來如果說要做創業 其實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跟通路的一些條件的配合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很多的廠商 一開始在坦的時候 她可能會覺得 她抽個20% 抽個30% 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利潤卡 沒有過去 但是後來她沒有考慮到說 其實 會有一些上架費的問題 會有一些 比如說 某某店她要開清店了 她要裝修 這個錢她跟你要 然後她有一些行銷費用 她也會跟你要 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 有一些退貨的問題 這些大通路 她不會跟你講太多 就是 直接幫你退 就是辦退貨 那 她辦退貨不是退到你家 是你要自己去辦 她如果你不辦 她就幫你銷毀掉 所以 這個東西 在未來如果說 各位有機會要創業的話 這一塊 我個人覺得 蠻重要的 那其實 現在是網路時代 我認為 這個關鍵字的 花一點小錢 去幫你打知名度 這也是非常 我覺得值得投資的啦 好 那我可能輸到快一點 那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的話 很簡單 其實 現在大家喝到的仙草 我可以跟大家 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不是仙草的本位 所謂的仙草 其實是以前 我們大概 我認為我在學生時代 喝到那個才叫做仙草 那我們現在是要追求仙草本位 提供最優質的影片 那講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做產品的一個 我覺得最基本的三個要素 品質、成本、時間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大家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我要品質好 要成本低 那時間就要做了久一點 那品質要高 時間要短 那成本就會稍微比較高 那接下來 相對的成本低 時間短 品質就會差一點 那 其實我們 我以前是當體驗的 我們都在追求一個東西 叫做這一塊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 我想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 大家看我那段影片 我們在討論 在食品頁 這一塊做不做得到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是傳承古畫 這個是阿菲他爺爺 他以前做仙草 需要用這個很大的木桶 需要用這個很大的木桶 在那邊搖啊搖啊 那這個是仙草乾 仙草乾煮完之後 其實就是要拿去做對飛 對飛使用 那現在我們已經有做到這個 這個我可以很自豪說 這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 主仙草的桶 他可以做到六噸 台灣的所有工廠 大概沒有看過 比我們大的 那裡面 他已經有做那種自動 自動攪拌的那個機器 所以說 也不用像剛剛那一張圖 這樣還要能夠去攪 那這一塊 是我們 某一天的一個生產的量 那我們品牌創新的部分 其實我們目前有四支產品 我等一下會稍微帶一下 那其實這一塊 是我今天最想講 就是友善環境的部分 這是我們自己的仙草田 其實我們的鐵巾做到什麼 比如說 這個是鵪鑽蛋 就是有牛在這邊下蛋 然後這個是入蟹 一般如果說有下藥的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比較現代的工包 其實這個是不太容易看到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其實我們做了 有三個東西 產品創新 仙草田 還有我們要找50年前的仙草 那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邊有點廣告嫌疑 我就快速帶過了 這個仙草 仙草乾茶 是全台灣目前大概 我知道有另外一家在做 但是 我們做的比較多一點 就是 它是五檢的仙草茶 沒有加檢的 那檢 為什麼要加檢 其實這個也是合法的食品工業 但是今天可能沒時間介紹那麼多 大家講一下 就是大家 這大的小孩喝都很好喝 然後也很健康 但是它的成本 卻比一般的仙草茶 大概會三倍以上 那彭大海的話 如果大家有去唱過歌的話 應該喝過啦 那其實 大家可以喝看看 我覺得我們的更天然 好 那仙草良路的話 其實這一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在網路上有一些什麼 馬吉斯仙草 馬吉斯其實是做輪胎的 做輪胎 為什麼會說 所以 其實馬吉斯是我們幫他帶空的 有一個阿伯就打過來說 欸 這邊有沒有聽不懂台語的 就說 欸你們那個神草是用練做的嗎 用輪胎做的 他說 沒有啦 其實我們是真的仙草 就是一個題外話很好笑 但是 但是其實 目前如果在市面上看到這種 這種樣式的仙草 就原料都輸我們 大家 好 那這個仙草田就 很值得講了 那 這個目前的話 其實仙草田 這是我們自己 親身自己下去做 為什麼我們要不要種仙草 因為 我們想要提倡一些 就是自然的農法 有機 其實在台灣 談有機是 真的是難度比較高 但是其實 友善環境是 做得到的 所以說 我們就自己去 批了快田 那一開始 其實我們要種的仙草田 是一分地 一分地 大概 就是兩百多坪 大概這樣子 但是後來 不知道為什麼 搞很大 搞到就變成一甲地 一甲地 就是十分地 就是 兩千多坪 然後全部都是 我們自己人工下去種 那這一個人 就是阿肥 他強烈要求 不要露面 露面 所以我就只能放這一張 那這是他爸 大家想說 怎麼沒有我 因為我在拍照 我有在做 只是我在拍照 不是沒有我 證明一下 這是我 這是我 這是我們在收仙草田的時候 收仙草田 其實一般 在一般的農場 他們收仙草田是 那種機器下去 把全部都堵 所以沒有把它挖起來 那我們因為 要想用這種方法 然後 所以我們必須要人工 每一個人把它翻過去 全部把它翻 然後再用刀子 一組一組的把它割下來 所以這次 喔 這個在收仙草的時候 惡夢 這個是惡夢 我們這個在收兩三天 就每天都要這樣去 仙草田這樣子去刮仙草 那為什麼我們想找回 五十年前的仙草 因為其實在阿肥他們 他爺爺那個時代 我們仙草其實是台灣 就是拿台灣的仙草去做的 那後來為什麼會拿進口 其實因為有入民 所以我不好意思講太多 所以之後 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跟我聯繫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其實 那時候我們做的仙草 其實我們大部分是跟 關係還有三億的 那個銅鑼那邊去拿的 好 那為什麼是銅鑼 因為其實 是因為 銅鑼是客架裝 然後 收工意思我剛剛講了 那另外這一塊 我要特別講一下說 仙草這個東西 仙草很特別 他就是 如果說你給他很好的環境 事實上 他會長得很多 但是他品質會很差 那如果說你給他 不好的環境 其實很奇怪的 他會長得非常 仙草也叫殘草 就是田草 就是以前很多 那個老農民 就是這個草尻尻 然後丟到 丟到天邊 他都自己會長得很好 那種 所以那種的草 才是真正古代的仙草 那現在可能 放太多一些 化學的東西 所以他長得很大沒錯 但是其實他品質跟以前是 沒得比的 好 那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效果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是 清點反向的部分 我們希望可以引起清點反向 那因為時間快到了 我簡單講一下 其實創業前後 對我來講 其實時間一開始是 不然變很多了 不知道怎麼用 但是到目前我覺得 時間又變少了 就是一直沒有時間 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那自由度的話 其實一直越來越高 因為就是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做 那薪水其實 一開始我剛創業的時候 薪水很低啊 比22K還要少 所以這個要創業的人 要有心理準備就是 你現在在舒適圈 你創業可能 有些人甚至連一塊錢都沒有 這部分大家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那可動用資金 我把很多錢都丟到 這個創業裡面了 所以可動用資金其實 比以前還要少 那其實 這一段其實很重要 再給我五分鐘講一下好不好 就是說 良心的部分 其實剛剛那個 我們都有談到 Eric有講到 其實良心是最重要的 現在食品產業 台灣食品產業 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要靠檢驗的 SGS報告出來之後 大家都認為安心了嗎 其實 這一塊我認為 這是非常不對的東西 因為其實 有良心的話 其實 你做什麼都是OK 但是 如果你沒有良心 其實那些SGS的 任何報告都做得過 老實說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認為其實要創業 這個良心一定很重要 那事前的預防跟事後的補救 比如說 像我們會做一些 仙草干的一些 檢驗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 比你後來去爆發一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再去補救都還要來得重要 那另外就是 法規跟輿論的方向 法規要注意食品 就是衛生法啦 因為 像我們自己本身就是 我們因為曾經 唯了三個字 然後就被罰了四萬塊 就是我們在網絡上 不小心修了自由機 這三個字 然後規神署就約談我過去 然後講到最後 反正因為我還是引用別人的文章 但是他講到最後就是說 不管 我就是要罰錢 然後你馬上把它拿下來 所以那三個字就罰了四萬塊 所以大家 政府的法規一定要小心 那 跟著輿論走這一塊的話 要跟著流行走 但是不要被流行牽著筆著走 就是說 比如說 現在台灣在很流行一些天然的方向 那你可以跟著他走 但是 不要說人家做什麼 就說 比如說你沒有什麼想法 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開咖啡店 那我們就去開一個咖啡店 但是 其實可能 創業失敗的機率會非常的高 好 那其實 可能等一下影片來不及看 我就直接講 就是說 在創業初期的時候 其實 不管是 Ben就是阿肥 就開到我們家 都不斷的告訴我們 第一個 這個一定的 違法的事情 絕對不能做 我希望大家創業的時候 也是可以把握這些 那第二個叫做 不違法 但是會傷害別人的事情 不能做 這叫什麼東西 比如說 其實我影片裡面是講說 就是有很多現在化學 就是 食品化工非常的厲害 所以 甚至你現在喝的一些茶 先炒咖啡 都是假的 好 那其實這個都是我們不做的事情 那 自己敢吃的東西 才會給別人吃 好 所以 其實如果說 依照 依照剛剛那個 三重縣的事實 就是品質 其實在食品產業 有沒有辦法做到 其實是有的 但是其實 如果你沒良心 你就做得到 真的 沒有良心 你可以把品質做很高 然後成分做很低 然後 時間做很短 就是用香精這一塊去做 但是 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 食品創業的長遠之道 就只有兩個字 其實剛剛有人破題了 就良心 對 這部分的話 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未來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把握這兩個字 其實就不會太容易 就是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至少不會失敗太慘 其實第一個 你對食品的一些法規 要很特別的了解 那另外就是說 要有想法 不是說 別人在開咖啡店 我就去開咖啡店 別人在開 賣飲料 我就去賣飲料 其實我覺得 如果沒有一個 重心思想的話 去做這一塊 那可能 第一個 無法做得很長久 第二個 可能就是 在所有的經營規劃上 你只是一個 學習別人 而不是有一個 自己獨創的東西 這種東西其實 在目前的一些 網路時代的話 其實 你東西很好去copy 但是很難去想到一個 自己的 獨特的 不管是商品 或者是模式也好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說 如果有這個興趣的朋友 其實要先去 了解自己 對這個東西 有沒有熱情 那有熱情的話 去思考一下 自己有什麼資源 可以去獲得一些 比較獨特性的發展 然後再來考慮 創業這一塊 不然其實 創業真的很辛苦 創業真的很辛苦 不然其實 我們來做的 我們來做的 可以嗎 然後